紐西蘭總理阿爾登一號到訪英國 並且前往倫敦唐寧街首相府 會晤了英國首相強森 兩個人會後發表了聯合聲明 提到英紐雙方在國防經貿 氣候變遷衛生等領域要合作 而且聲明中表示 兩國支持南海自由航行與飛躍權 也強調臺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鼓勵兩岸以對話和平解決 阿爾登之後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時候演說 那麼他也提到了南海的問題 有媒體問他如果臺灣遭到侵略會如何回應 阿爾登沒有正面的回答 他只重申對話還有盡力避免戰爭相當的重要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